如今的相声界大佬郭德纲的成名经历,想必各位早已耳熟能详,虽然如今郭德纲已经成为相声界的庞大子,但是争议之声仍然不绝于耳。 其实早在郭德纲成名之初,就不乏批评指责之声,除去同行的打击和压迫,更有不少所谓的博士教授和专家学者,对郭德纲进行过激烈的批判。 早几年,又北大教授夏蒙包文匹小沈阳,郭德纲丽艇小沈阳,称这些专家学者不务正业,只会指责别人,而透于乐圈人间人乐的大嘴宋祖得了奸基启示,声称郭德纲和小沈阳同流合污,都是笑三烂,随后引发了郭德纲和宋祖的之间的骂战。 后又有清华哲学系教授萧英,也把矛头指向郭德纲,称起为文化流氓。 当时战跨课为腥风血雨,多位教授,博士对郭德纲的表演及言论进行了抨击,郭德纲也是毫不留情的一一回击。 今年八月份综艺节目,向上有新人热播,一时间交大博士怒对郭德纲纷上热搜,随后,某拿开一名博士发案,称如今像生病了。 而矛头则直至郭德纲,文中称郭德纲和张云雷演唱的《探亲水河》,为旧社会独流摇取。 德纹是演出三俗,像生之病,独流就是郭德纲的。 这位教授可以说是扛起了新一代反繁琐的打棋。 其实这些年批判郭德纲的教授和博士何止这几位? 只不过这些略据代表性,那为什么这些博士、教授、专家都爱跟郭德纲过不去呢? 宋祖的向来靠骂明星出名,编造了无数的娱乐圈调言博人眼球, 王妃劈退小鲜肉,刘亦非变姓,或借华假结婚,甚至列车脱轨这样的社会类话题也要造谣。 而清华的萧英泽不仅批判过韩寒,郭靖明,还曾狠批春晚和语言类导演马东,以及赵本山。 这两位为了在网上获取知名度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,而前几年也正是郭德纲事业的高峰,这两位的意图如此马照之心了。 而较大的李洪业博士,虽然所谓的公式相声,在笔者看来,绝不是相声艺术。 但是通过多方面的了解,笔者觉得李博士仅仅是因为跟郭德纲理念不同,并且性格上只肠子一根筋,有啥说啥不过脑子。 倒不是为了蹭郭德纲热度,而南开匿名教授,很多网友把矛头指向交大博士的父亲,因为有消息说李博士的父亲是南开大学的领导。 不过,笔者更愿意相信不是,但不排除这位教授,向领导卖人情的动机,拿开匿名教授的文章,对当前向上持权也否定态度。 但对向上应该如何改革和发展是只字不体,毫无掩饰性可言,符合学术界眼高手低,不确实际的一贯作风,纯粹是为了痛快痛快嘴,毫不顾惜引人创业之艰辛和首业之心酸。 不过,即使有这样一群所谓的博士、教授、专家一直跟老郭过不去,但是郭德纲经历过了早年的心酸,如今已经顺风顺水,得游顺发展也越来越好,而老郭这两年也致力于笑声演员之间的大团结。 这种无谓的非议想来也不会在意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